国庆假期大多数人都忙着旅游度假 要是能来一场音乐的陶铁盛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0月5日2016上海简单生活节继续火热开场 蔡健雅 陈珊妮 李荣浩 陈奇珍等一众大牌歌手 嫌后登台的场面也是相当热闹呀 率先登台的陈珊妮和蔡健雅都是乐坛知名的创作才女 两人以一黑一白的造型亮相也是相当有默契呢 虽然是首度同台合作 但是两人的缘分可有追溯到20年前的那场全亚洲范围的音乐创作比赛 在那次比赛 丽亚陈珊妮拿到第一名的蔡健雅 此番回忆起这件事也是不停调侃起了陈珊妮呢 然后我一直问我的工作人员 珊妮是不是不是很喜欢我 还是她因为我得第一名 然后她从此不要跟我说话 你不要再想掉你得第一名 因为今天我们就化解了我们那么多年的那个仇恨 没有啦 其实我不太记得 detail就是这些 你也没关系 对 不用记得你只需要记得我得第一名 我只是 对我只是很高兴就是可以跟你同台 因为这个音乐圈里面很少有才华可以跟我匹配的 自然还没说几句就互相斗嘴 玩笑不断 但一唱起歌来 她俩的水准还真不是吹的哦 这边的创作才女们走起了深情分 接下来的创作才子李荣浩则是贯彻了炫酷风 不仅在现场玩转多种电音乐器 买离现场李荣浩还十分注重和观众的互动 一度把音乐节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呢 我对你爱 enforcement 我对你渐渐的又也没到永远 不 standsados 无存在无存在 缺德 当晚最后压轴登场的 依然是一位唱作 巨佳的势力派歌手 陈其珍 一身红衣亮相的他 琴弗吉他神尹暖心 真是犹如一阵清风 吹进了大家的心里呢 我需要完美 我需要完美 如果你不是你 那会是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